词曲 李宗盛 看 愿意多多拼凑成 我们想要的模样 你归笑着对我说 你有蜘蛛像我 你一边弹琴 我一边唱歌 树上的鸟儿 也在跟我们合 小小的人啊 在大大的银河 用光缩链接 我们的快乐 这微笑的泪 许试幸福的 你每一次要看我都记得 当我归归醉 你躲到我一层 我只能躲到我一层 快点啊你们 今天终于轮到我等你们了 小满 待会儿可是解剖实验课 而且今天好像是你跟西主任 约定好一个月期限的日子吧 我知道呀 我已经准备好了 看什么呀 快点吃快点快点 等你们俩呢 学校新到了一批大体老师 你们运气好 有新鲜的 来几个同学和我一起下去运一下 老师 我也去 好 一起去吧 那个 我能不去吗 我中午约了人吃饭 本来就一升味了 我要是再去的话就更运气吃 没问题 我们三个去就行了 顾小满 我没听错吧 你也去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是 你是去运大体的 还是去运导中央大体 想让我们把你运上来 我已经不会再晕倒了 你说不会就不会 你哪次不是啪啪打脸 影响我们大家上课 我 走吧 会不会晕倒 一会儿就知道了 你说顾小满画了一整个晚上的接口图 嗯 好像是左岸交答的 刘胆 我今天可能真的有件事 需要你的帮忙 你 你有意思吗 每次都这样 刚才有个小女孩拉你的手 我是帮你把她赶开 哪有小女孩 你离我远一点 别生气啊 这儿是整个医学院阴气最重的地方了 不讲个鬼故事实在是有点对不起自己 好了 什么阴气中 这里是大体储藏室和标本陈列室 我第一节课就说了 大体老师愿意把遗体捐出来 把你们带进医学的大门 都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人 沈老师 所有大体老师都是资源捐赠的吗 一部分是 有些是生前签署的协议书 有些是家属愿意捐献 男女老少都有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 各个年龄阶段的人体和各种死因 我记得上一次好像都是疫病死亡吧 这次有一句是车祸死亡 死者还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女性 待会儿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还好吗 你还好吗 这还不隐私啊 你再说有他没的 我就把你一个人关在这儿 好了 大家干活吧 来这 顾小满 在外面等着吧 我喝溜餐就可以了 没事 我已经克服了 走吧 你怕啥呀 数据男人 干什么呢 小心一点 我去帮忙 你来接一下 没做领的事几号 千万没计错了 慢一点 我以斡主要我 既然吃饭住的事几位 我听沈老师说你有进步 只是不敢自己动手解剖 今天是你要求的 一个月期限的最后一天 你必须自己动手 才能表示你已经彻底适应了 你明白吗 我知道 沈老师 您刚才说 车祸去世的大体是哪一个 别人解剖有什么好看的 我还是看真正值得看的吧 就是顾小满他们那种那个 怎么了 老师 一定是刚刚顾小满 搬运大体的时候 搬累了 让她休息一下吧 这句大体怎么了 你等一下 你干吗 我只是看看 你弄疼我了 你们等一下 怎么了 这个大体有什么问题吗 顾小满 你该不会还在怕吧 你刚才不是说大话不会晕吗 怎么现在连大体都不敢看了 我 顾小满 你是不是还是不敢解剖 不是 我真的已经克服了 老师 那你就开始吧 顾小满 别害怕 这只是一次再寻常不过的练习 你可以的 嗯 孙明 韩晓 你 你见鬼了 到底行不行 怎么了 他 他是吗 不可能 顾小满 你到底在犹豫什么 如果你还是不能动手 就不要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老师 你再让他休息一会儿 不行 以后你们做手术的时候 也要中他休息一会儿吗 顾小满 这只是你的心理障碍 只要你克服恐惧 就一定能当上医生 救更多的人 相信我 当然 佐婉 你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以后能够救更多人 对不对 对 可那天那个是录像啊 那个人早就被救回来了不是吗 然而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 没有被救回来 我应该相信什么呢 你俩到底在打什么哑咪啊 还让不让我们上课了 对不起 耽误大家时间了 你们上课吧 老师 对不起 我放弃了 没错 你 你 你今天 為什麼要選擇那句大體 為什麼小馬明明好好的 怎麼突然就要放棄了呢 今天謝謝你啊 總之 你只要記得這件事情很難 你沒關係就可以了 老師 莫安 什麼事 老師 我聽說您已經讓顧小滿退學了 是 她是沒有完成跟您的約定 但她已經進步了 而且那天情況太特殊 您看您 這個事以後再說吧 老師 顧小滿她是一個十分努力的學生 是 她是現在沒有克服心理障礙 但是你給她一段時間的話 她一定可以的 左岸 你真的以為顧小滿退學 是因為沒有跟我完成約定嗎 那 退學是她主動提出來的 那不是顧小滿嗎 你們聽說了嗎 她因為不敢上解剖課 要被學校退學了 什麼 還有這種事 是不是很奇葩 不敢上解剖課 還要來醫學院 我知道 我聽說她一上解剖課就暈倒 有一次還吐得到處都是 不是吧 我最開始上解剖課的時候 雖然也很想吐 但不可能吐出來的呀 要真吐出來了 別人怎麼活呀 所以就是很奇葩了 之前那網上還傳她很猛 我還信了 原來是個膽小鬼 你看什麼看啊 你是膽小鬼 全校都知道了 不信你問他們 沒事 他們說得也沒錯 那哪哪哪哪 還是活的 你看那哪哪哪 到底在哪哪 你嘴裡啊 什麼 就是從你嘴裡跑出來的呀 現在她回家了 難怪你的嘴那麼臭 以後啊 在公眾場合胡說八道 小心她又跑出來嚇人 你神經病啊 你們看什麼看啊 別人上解剖課 有些不舒服就是膽小 你們不也被一隻小聲 在嚇得尖叫嗎 我以後要是再聽到 有人敢欺負同學 我就斟酌一麻帶小香 來給你們加餐 難度一顆大麻小 每人十隻 加餐不加價 我沈澄陽說到做到 總是欺負同學的那個是你吧 我剛來的時候 都被你欺負成什麼樣了 那你現在欺負回來啊 我就站這兒 你真的要退學啊 我去買 哎呀 你就別去買買買了 不買就不買 是我自己要走的 為什麼 那你為什麼要來醫學院 你想做醫生啊 我呢 是覺得醫生很神奇 我小時候接觸過 看過心臟手術 還是小孩的 整個人就那麼一丁眼大 心臟就更小了 在那麼小又脆弱的地方 拿刀和針線在上面滑了幾下 又縫起來 人就又能活一段時間 我覺得很神奇 想知道原理 所以我就來了 那你還挺有理想的 有嗎 至少比我有理想啊 我是為了左岸而來的 哎哎哎 我不想聽啊 那你還問 總之我是為了左岸來的 後來我發現 原來學醫做醫生 是要肩負著生死的 你說 人人都把命給你了 萬一做不到怎麼辦 送他一塊好墓地 現在墓地很貴的好吧 所以 你真的要走嗎 我捨不得你走 行嗎 你別這樣 我已經決定了 反正我留在這裡 也是一種折磨 中午就算了 什麼 好吧 我沈澄陽的人生格言 就是做人要隨心所欲 不能勉強自己 如果你想回家 那你就走吧 大不了我去你家找你 反正我有錢又閒 對了 明天我生日 如果你真當我是朋友的話 明天陪我過生日吧 明天是你生日啊 算是吧 生 生日還能算是嗎 我就是想好好跟你吃個飯 聊個天 就當是我生日吧 我這個人呢 特別喜歡儀式感 只要我開心 每天都是我生日的 走吧 小馬 你真的非走不可嗎 小馬 好 我本來就不適合學醫嘛 你們一定要好好學啊 也要當一個好醫生 就很多很多人 別這樣了 等你們放假了 來我們家玩啊 我一定會好好招待你們的 我還有點事兒要去找沈辰陽 我先走了 你們晚上就不用等我吃飯了啊 啊 昨天一直在找你 你給他回電話了嗎 沒有 他一直那麼幫我 我卻要做逃兵 見了他說什麼呀 算了吧 那你至少要給他回個電話吧 嗯 嗯 我知道了 那我走了啊 拜拜 嗯 嗯 对不起 我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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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小满有事的时候 说话都是反着的 说没事就是有事 说会回电话 那就是不会回 我得告诉左岸 丽娜 你说左岸 能把小满留下来吗 难说 我看这次小满 是下定决心的 到底那天 那句大题怎么了吗 不会是小满家里有人 因为出车祸去世了吧 小满好像以前说过 她妈妈很早以前就去世了 你记得吧 那我就明白了 小满平时什么事都没有 就是过不了解剖这道坎 一定是以前受过很严重的创伤 那如果真的是因为她妈妈的话 那这对她来说简直是太残忍了 怪不得她一直都不愿意骑 都怪我 什么 没 没什么 喂 左岸 小满刚才已经出去了 我让她给你回电话 她回了吗 喂 爸 我还没 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万事俱非 就得你妈了 这可算是生日 要不要买生日礼物 你为什么不回我电话 我 你为什么要放弃 你不是说你永远都不会放弃吗 一定要留下来 左岸 对不起 我做不到 我以为我很了解你 你说你会坚持下来 我就相信你 你现在却说你做不到 对不起 别跟我说对不起 你根本没有对不起我 你耽误的是你自己的时间 你那么辛苦考上大学 就是为了半年不到就选择退学吗 我真的不合适 那你为什么要来 既然你不合适 既然你不合适 那当初为什么要来 为了你 喂 喂 怎么样啊你 阿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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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月娃 快抱抱吃血啊 我 我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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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行你得过来 快 快 你快啊 顾小白 我知道你今天很害怕 但现在只有我和你 只有我们能救他 快 站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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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已经努力了 你去把手洗了吧 你变了 什么 顾小白 你说什么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们以前比赛的时候 每一次战上场都不知道一定会赢 但是不战上去就一定不会赢 你不去试试救他 你怎么知道他能不能活 医生 我的丈夫怎么样了 手术很成功 虽然伤得很重 但是急救处理得很及时 真的太感谢你了 医生 谢谢这两个年轻人吧 是他们及时做了急救 再晚一分钟 可能就会出现两个结果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早点毕业 以后多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怕了 我真的不怕了 我真的不怕了 不怕了 我们现在就回学校了 我再也不说我退学了 好 好 好 等了一晚上 饿坏了吧 嗯 你说 我是不是真的打脸体质啊 我说过的话 还有我做的事 没有一件是顺利的 刚想说要回学校 结果就关起了 你多喝点水吧 你是怕流落街头吗 那 那怎么办呀 你跟我走吧 我 走啊 嗯 嗯 我真的要住酒店吧 走 走啊 我 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去吧 马上就到了 回去吧 我想回去了 可是这个点儿 素氏阿姨已经睡了 那 对 我 出门忘记带身份证了 所以我们也住不了呀 身份证 嗯 哎 来 这是我脱鞋 你先穿着 啊 谢谢 坐 啊 坐 啊 哦 哎呀 啊 哎呀 这是我脱鞋的吗 啊 这个房子是你租的吗 不是 這是我爸 去學校進修的時候買的房子 那 平時會有人來住嗎 你是我爸 對 對 你爸 我特別特別崇拜他 你崇拜他 我 那你平時會經常回來住嗎 偶爾 如果在學校圖書館 找不到我想要的書的話 就會來這翻一下 這 翻書 我可以看一看嗎 可以 這不就是沈老師說的那本書嗎 我在圖書館找了一個月 都沒有找到 我 你家竟然會有 原來你上課也認真聽講啊 當然了 這不就是那種罕見病例的嗎 又不是簡訊 你把這個當故事看啊 我沒有當故事看 我是認真的 我想好了 既然決定留下來 我就要好好學習 做一個好醫生 但我怕我學不好 你一定能學好的 就說你剛剛說的那些話 我家這些書 你可以隨便看 真的啊 不過這些書都是我爸辛辛苦苦找回來的 有的還是絕版 如果要借給你看的話 好像有點吃虧啊 那怎麼辦 我付錢 我租 你不 要不我給你打掃衛生 做清潔工 誰叫誰盜 其實我逗你的 我知道你總覺得我在說大話 但我這次是認真的 剛剛請醫生說手術成功的時候 一瞬間 我突然想做很多事 既然已經選擇了學醫 我就一定要做好 如果不做 那就永遠都做不到 但如果做了 誰知道結果是什麼樣呢 你一定能做好的 顧小滿 你不要聽其他人說什麼 就朝著你的目標 努力前進 你真的相信我 我相信你 我不是說什麼 你在這兒 你不是說什麼 我只會是 你先看就有hai 你懂我 你 parfum 你 決嗎 逆着光 微笑在尽头中 不小心 风吹 皱了眉头 我们一起 踮脚成几手 静静着 躲进太阳 雨里不走 像坠落的 鼓攻影漂浮着 在风雨之中 掉了 像一个 从天空来的 旅客落下了 就安家了 太阳雨在下车 放心好了 落泪以后就紧了 担心什么 害怕什么 别怀疑 生命中的每一次抉择 太多余了 反而更不快乐 遇到什么 不如就接受 把昨天的曲折 把不安的忐忑 全都收好了 让笑容 让笑容盛开着太阳 太阳雨是短短的 太阳雨在下车 太阳雨在下车 放心好了 落泪以后就紧了 担心什么 害怕什么 别怀疑 别怀疑 生命中的每一次抉择 太多虑了 反而更不快乐 遇到什么 不如就接受 什么 臣步 不如就在下车 不如就礼顺 看起来 早上 不如就 阳雨在下车 不如就 不如就 后来 谢谢大家